台北市卫生局验出了枸杞农药超标 而且都是食用釉的枸杞 其中这个爱买中校店的枸杞 还验出了农药超标三倍 而且现在在架上还买得到 或加上一包包的枸杞还在贩售 可是明明被查获农药超标 怎么还卖呢 仔细比对跟卫生局查获的大小包不一样 但是来源都同一家 桃园八德金秋食品 爱买中校店的枸杞验出两种农药 丁基加宝福超标 还有不得检出的欧蛮多 初步研判在生产地 农民就已经用了这些农药 那我们这一个检体检出来是1.49ppm 那相对于标准值是超出了三倍以上 检体外包装都是标示原产地是中国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说是在中国的农民 在种植的时候 他就使用到这些超过标准的一个农药 或是不得使用的农药 这次验出不合格的枸杞除了爱买 还有万龙街的爱维根公司 同样检出枸杞不得有的欧蛮多 来源是南投风产香菇行 另外迪化街的镇原食品行 枸杞也验出欧蛮多 来源是高雄借顺贸易 业者赶紧把架上通通换掉 现在卖的都是有机而且检验合格的枸杞 我们马上就下架退给他们了 而且我们把退后的单子都烧给卫生局 卫生局除了要求业者下架回收 同时也已请来源所在地卫生局 依法可以罚6万到2亿元罚还 记者张世泽黄树芬台北报道